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無論出街或上網,應該都不難發現了 周圍都這樣 是超級恐怖 我要用理智去控制手指 不要再走去結帳的位置 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是這樣的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收穫的 不少觀眾朋友很好奇究竟我買了什麼 我想我分享戰利品 所以今天我就少少曬 上星期的購物紀錄 大家可以判斷一下 究竟我是一個精明消費 還是失心風購物 想知道我買了什麼便宜的東西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最近我買的東西是沒有重複種類的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而且很懂得分散投資 第一樣要分享的就是 食物來自Monica Finada 這個我是趁他們8折的時候買的 因為最近很想買戒指 經常帶來帶去 都是這兩隻 突然間覺得自己有點悶 這個藉口簡直是完美 剛剛好就買了兩隻 第一隻是金色的 上面會有一個好像打結的形狀 而另一隻是玫瑰金色 它很有趣的 不是圓形 是一個好像效輝的形狀 我買最基本的那一款 沒有石的 雖然它們是同一個尺寸 但是帶在手上 大小是不同的 這個金色帶在食指上 剛剛好 但是如果我帶在中指 它是很鬆的 鬆到很大條縫 大家看到嗎 然後這個玫瑰金色 我帶在食指是會比較吃力的 帶到 不過就有點緊 它帶去中指 反而剛剛好 所以這個牌子 它們的戒指 大家真的要去試 不要就這樣上網買 斯文的衣服又搭到 casual的T恤、牛仔褲 又搭到 它們是非常之百搭的 說完飾物就到化妝品了 趁Sephora八折 我就輕輕入手了四件東西 Natacha Delona最新出的 迷你眼影盤 真是必修 之前我買過這一盤 是非常之喜歡 大家看一下 我是大範圍把它用了 它那個粉質的細緻度 那種綿滑的感覺 還有它的延展性 真的超棒 所以這次它又再出一些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一定要入手 它裡面大部分都是牙色 但是沒有了我對它的喜愛 我試兩隻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啊 真的 就算它的光澤是這麼漂亮也好 摸下去是完全沒有星沙感 是很滑的 我今天的眼妝都是用距離化的 是全部顏色都用到 我還補貨了eat Cosmetics的CC Cream 這個是舊的 用完了 新的那個放進長洲 我是喜歡到要回購它的程度 雖然它叫CC Cream 但是它不是走自然路線的 妝感會比較完整 遮瑕度不錯 然後持久度也OK 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隨便推開它 再用美妝蛋一拍 妝已經是set得很漂亮 還有任何的天氣底下 它的表現都很穩定 再來就是Fenty Beauty 很有名的修容 Ember 我終於買了 之前一直都不敢買 因為很怕顏色不太適合自己 但是這次出了迷你尺寸 就忍不住手了 它的顏色是非常非常灰的 這次出的這個大小 其實是用來打鼻影的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的 大家如果外出 我們放在化妝袋裡 要化妝 或者現在有朋友開始去旅行的話 這個大小真的剛剛好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試了 在Sephora最後我還買了 這支The Ordinary的頭髮精華 是買給媽媽的 因為她很喜歡用任何關於防脫髮的產品 原來現在已經去到頭髮都要塗Petta的年代了 這個不貴的 我記得是150元 白折了是120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之後IG DM我 問問媽媽的用後感 我也會用的 想試一下它的質感 會不會很油、很黏、很焗、很不舒服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脫髮的困擾了 所以防脫髮的功效就交給媽媽了 她的頭殼頂應該都很明顯可以感受到的 Sephora買完之後 我們有家品類的代表來到Franfran 一切由觀眾推介開始 就是這把風扇了 試完有觀眾IG DM我 說她買完之後 全家都很喜歡 全家都要一人一步 所以就推薦我去看看 我看到有半價、七折、八折 買四件有多九五折 買六件有多九折的時候 想都不想 跟著觀眾去購物 這個風扇可以有較風速的 這個是一度 兩度 三度 看到頭髮嗎 那個風是很涼的 我現在出汗了 很棒 還有 它有這條帶 可以掛在頸上 外出是很方便 例如行山 一路可以吹著 沒那麼熱 接著 還送這個夾夾 這樣 拍了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夾在不同的地方 甚至我看到 它可以夾在傘子上 即是我們可以 從這個角度 一路擔傘 一路吹著自己 然後很大太陽的時候 我在裡面 這裡有個風扇吹著 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風扇仔 我就買了兩部 一部自己 一部媽媽 然後我們再買了兩個水瓶 這個不關我的 家裡已經有這類型的茶格水瓶 我是沒有想過要買的 但是媽媽呢 是很想很想買 堅持要買 減了價錢之後 是64元 他可能想帶出去 因為家裡的玻璃 這個是膠 然後我自己買了一個 迷你的水瓶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帶一些小手袋 這個 完全放進去 輕鬆 所以 未必夠外出喝的 但是可以做一個救命的水 很頸殼很頸殼的時候 有它 說完飾物化妝品和家品 怎麼可以沒有穿的東西 所以下一個購物 就是鞋 有三對這麼多 全部都是來自Like的 第一雙是想買很久很久的 大舊拖鞋 大概兩三個月前 我已經見過它了 它的顏色是很淺很淺的粉紫色 然後上面這裡 軟軟軟 是不是很舒服的感覺 為什麼當時會沒有買呢 就是它很貴 一雙拖鞋要559 我真的不捨得 直至看到官網 他們在做減價 然後再買三件有八折的情況下 忍不住了 要帶它回家 既然三件八折 我就看看還有什麼鞋款是喜歡的 誰知道被我遇上了它 一對挺特別的Air Force 1 我要承認我心底裡 是有一點點想買一對白鞋 也覺得Air Force 1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一直沒有下手 是覺得幾時都買到的 直至看到這一對 它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有一個特別之處 罩眼看是正常的Air Force 1 然後仔細看一下 它這裡有三顆珍珠 旁邊有兩顆 另外這裡也是有兩顆的 還有它珍珠上面 是有Like的剃腳 是超可愛的 大家在鏡頭看不看到嗎 我盡力了 最重要它真的不貴 截完之後是$679 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的範圍 是一對很漂亮的白色鞋 同場街拍還有這對粉紅色的Waffle W 這對用來襯衣服也不錯 顏色是很漂亮的Dusty Rose 然後重點是$335 截完之後 比拖鞋更便宜 所以就帶了它回來 我買的是$5.5 剛剛Air Force 1是買$6 大家真的要多多試不同的系列 你是穿什麼尺寸 不要買死一個尺寸 因為它們的鞋子真的會因為版型不同 你穿的尺寸會不同 在我拍片的這一刻 官網還在做買三件八折 大家快點去看看 如果買不到這麼多雙鞋 可以試試買襪子 都蠻好穿的 減完價之後$55有三雙 除了平時我們的船襪之外 也有這一款 它是那種比較低筒的襪子 這裡有內格 所以我覺得這次也算是賺了 戰利品就分享完了 接下來我想說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划算的優惠 是來自我的愛牌後 大家都知道我超級喜歡它們的鼻貼精華 曾經入選了我人生 不可以沒有用生命去推介的產品 然後我最近收到它們另一個系列 叫做天律單 不要誤會啊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我都是自己買的 純粹是這次我收到它們另一個系列 我打算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系列是比備貼貼的 所以我會用備貼做比較 它一定要比備貼好 才會值這個價錢 最後我是明白為什麼它會貴 因為它跟備貼一樣 都是滋潤度 收穫力非常之好 但是它的質地沒有備貼那麼厚 備貼我經常介紹 大家應該都會認得 它推出來其實它不會覺得很焗 或者很油膩 很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天律單 大家會看到它 真的輕身很多 感覺到那種輕盈嗎 我的備貼還沒吸收完的時候 這個天律單已經七七八八了 但是它的滋潤度和收穫力 是絕對沒有輸給備貼的 所以這一陣子我用完這個系列之後 的確是有一點點變心的 它底的地方 它優惠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如果現在去買 他們天律單的系列在官網那裡 你看到這裡是買兩支貨 size 就會送四支的 sample 你買這一套的時候 我會額外再送多一套迷你妝 然後我爭取了一個discount code 又多一套迷你妝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網 明明有個discount code 又是買天律單已經有贈品 二選一就沒有分別 他們告訴我 可以搭著去用 別人的網子 別人的官網 不只是選一個code 然後不可以入第二個 我真的試過可以一路搭好所有code 之後 那個購物車全部都是贈品 不小的 這些的迷你妝是25ml 甚至乎他們的essence都有8ml 我忍不住要在這裡跟大家share一下 這個真的超划算 我自己都會買回來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這麼划算的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counter那裡試一下texture 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就不用試了 它也是偏向一些乾肌 輕熟肌熟靈肌的朋友 你一定會喜歡 就算現在夏天我正在用 大家最近看到我都沒有爆任何痘 沒有奇奇怪怪的情況出現 真的很開心 我可以爭取到這個優惠 我為自己鼓掌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分享了我上個星期的一些戰利品 我的購物紀錄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四日錄的就三日和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